来 沈总监啊 来 沈总监啊 你就没有想过 我和省委可以撤了你的 想过 我知道 我和杨柳有矛盾 您肯定支持杨柳 同志 我不是支持哪一个人的 我是支持一级组织的 你们北级呢 是汉中集团的医院 你孙和平 是汉中集团的 党委班子的医院 他这里边 他是不是有一个 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啊 如果说 北级 是汉中集团的上级单位 杨柳是你的不向 那我也支持你 请问刘盛长 那市场博弈中 还有上下级吗 当然有了 你不是刘碧丁啊 你不要忘了 你是国企干部 刘盛长 那要这样这干部 我不干了 你不干吗 你真 Barny 你能不能等待你 你能不能等待你 优优雅 调吧 苓哥林 胆子够大了 回到我这儿来了 刘首长 我们要跟您博弈 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 真想辞职吗 像刘碧定一样 发大财去 我不想发大财 我也不想当大官 我就是想实现 我心中的梦想 刘首长可能您也知道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我不想当这个官 我在海外搞贸易 常理一个电话把我召回来 非让我当这个厂长 这个我知道 你是在北极 困难重重的时候挺身而出的 那个时候你是好样的 可我今天挺身而出 你这不就不高兴了吗 今天 这是两码事 今天你是不服从汉重的领导 你是错误的我告诉你 您说过 汉重要成为一个英朝 你希望看到一只只熊鹰 飞向蓝天 这么说怎么的 你肆无忌惮地在这儿搞独立 还是我支持你的了 刘首长 起码你鼓励了我 从精神上 我问你个问题吧 我问你个问题吧 明白 你说在咱们汉江省 这有一个统一的汉重集团好呢 还是北极集团 汉重集团 这两家集团 并存好啊 当然是两家好 说你的理由吧 两家重卡集团 双方可能之间有合作 也可能有冲突 市场的竞争态势一旦形成 那双方就会相互地进行发展 唯恐落到对方的后面 你这样看起来 那就这一加一大约二的结果啊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啊 对汉江省来说呀 有一个团结 统一的重卡集团 更有利于那 资源的整合和指挥调整 如果两家呢 现在还没有分家呢 你们这已经内斗到这个程度了 将来分开了 那不外乎啊 就是集团内部的对立 转换成汉江省内 两家相互地对抗 这不就成了海州和平州 这相互之间的掐价 斗争升级了吗 这是七一啊 今儿呢 你们感情破裂 这是你们分家的前提 但是假如 你们和好了 那就不分家了 到那个时候 一个团结的汉重 再把呢 希望滋控和红星重庄 都收入囊项 这就有了全套动力的总和 还有两家呢 重卡整庄企业 到那个时候 孙和平啊 汉重集团的实力啊 在全国呀 那是首居一职 雄居第一的存在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但刘盛长 汉重集团这根深蒂固的问题 那是解决不了的 雇不自封 不思进取 人浮于世 狗窝里斗 这些问题在大环境 好的时候 还能仰干 但目前市场大环境 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中国的这些重卡企业 已经到了需要 转变的关头了 你像汉重集团这种 还不知道自己 生病了的病人 还自残胡搞 你再这样下去 病只能越来越重 你将来再把希望滋控 和红星重庄 放到汉重集团底下 我今天话就放在这儿 用不了多久 也会闹独立 这杨柳根本就搞不定